各位一位 今天是奇德講健身的125集囉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的是 關於一些動作訓練的技巧 那我的頻道當中大家應該會發現說 這系列的影片比較少一點點 這系列影片如果一出現的話 通常是點閱率比較高的 不是我不想做 而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在我們探討動作選擇或是動作訓練 到底正不正確好不好的時候呢 會取決於各式各樣不同的個體差異 或者是不同的人的目標 會有很大的見解差異 所以也沒有完全的對或者是完全錯 當然有一些是顯而易見的錯誤啦 但是會取決於各式各樣不同的人 到底是誰去做這個動作 而這些動作沒有所謂的標準動作 好但是不管怎麼樣我還是做了這部影片 那我知道這個影片的標題下有一點聳動 最主要原因當然是吸引你們來看一下 但是到底內容是什麼樣 我希望你們持續看下去 希望這部影片對你們的訓練是有幫助的 如果喜歡的話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話不多說這部影片就開始吧 GO 首先我想要先聲明一下 不是說完全不要做這個動作 也不是說在健身房裡面操作這個動作的人就是白癡 而是說這個動作本身有它的訓練效益或者是意義在 但是說相較起來可能有其他的動作 訓練起來可能比這個動作效益有更不同的詮釋方式 那為什麼的話你就聽我娓娓道來囉 好首先要先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大家可能俗稱叫做亞鈴反向飛鳥 那比較全的名稱叫做亞鈴輔握反向飛鳥 這個動作啊如果你在健身房裡面看到有人做的話 可能是他曲著身體就做一點寬曲的角度 然後做肩關節水平外展的動作 或者是有些人想要讓身體比較舒服一點 比較穩定一點他會坐在椅子上 然後一樣曲著身體讓肩關節做出水平外展的動作 那又或者是有些人會把身體趴在斜板上面 然後也做肩關節外展的動作 這些不外乎都是要讓身體可以去吃到亞鈴的主力的 然後做出肩關節水平外展的動作 那當然的如果你學過解剖學可能知道 後三角的肌纖維啊大概從肩胛脊這個方向 一路往下長到公骨的三角肌出龍的位置 三角肌出龍在公骨的外側 那你會知道這樣的纖維稍微帶一點角度 所以有些人在做這個水平外展的時候 可能會帶一點肩關節的伸展的角度 太素語了嗎 簡單來講就是把公骨稍微靠近身體的角度一點點 就是像是一個八字形 這邊開始我要帶露一些為什麼我不推薦這個動作的原因 在力學上啊我們都知道力乘上力幣會等於力矩 所以力矩越大代表你肌肉要去負擔的能力也就越多 那我們都知道力越多如果你的啞鈴越重 你就要越吃力 或者是你的力幣越長 也就是你的手如果伸越直的話 這時候你也會越吃力 因為他們成出來的力矩就越大 但是比較少人探討的是 這個力跟力幣啊必須要越垂直 這個力才會被計算到這個力矩裡面 所以如果說我拿啞鈴是這樣子拿 或者是這樣子拿 這樣力跟力幣他們是平行的 所以他也不能被算為能夠做工的力 所以這時候力矩就很小很小 那你這樣子拿跟這樣子拿 所負擔的額外的主力就會比較小一點點 那如果說我拿啞鈴是這樣子拿 這時候啞鈴的力跟我的小手臂的力幣是垂直的 所以他可以給予力矩有這個力 這時候我就會去負擔額外的力矩了 所以這樣拿起來就會相較起來比較吃力一點點 所以啊我不推薦啞鈴反向飛鳥的最主要第一個原因 是因為如果你用這個力學去分析這個動作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動作在最低點 也就是啞鈴拿著在最下面的時候 因為啞鈴的重心是朝下 所以這時候通常是最輕鬆的 然後當我們舉到最高點的時候 這個對於後三角的刺激也是最多的 因為這時候力跟力幣是完全垂直的 所以這時候可以給予後三角最多的刺激 那如果你再帶入一點肌肉長度跟肌肉關係的話 你會發現當肌肉被縮到最短 也就是最高的時候 這個時候通常是肌肉力量比較小的時候 因此大多數人在操作啞鈴反向飛鳥的時候 可能會覺得一開始的起始段落非常的輕鬆 他們可能會稍微高估計的能力選用比較重的啞鈴 確實在一開始會給予足夠的阻力 但是在後面這個段落 卻是給予後三角最大的阻力的時候 反而可能會有些人做不上去 所以有些人如果沒有注意到這一切的話 可能會做出所謂的閹割版的啞鈴不握反向飛鳥 它的角度就會稍微變小了 因為它上面舉不太上去 那或者是有些人會讓身體去借力 去可以晃到它原本要做的高度 那這時候就會導致我們訓練效益 沒有原本來的這麼多了 再來第二個原因 也就是有效的範圍會大幅度的減少 剛剛在第一個原因的時候有提到說 在最上段的範圍會因為後三角的長度被縮短而力氣變小 所以你根本舉不太上去 然後第二個原因我準備要提及的就是 我們剛剛有提到的 在一開始的段落 因為力跟力幣是近乎快要平行的 所以它不能夠創造出太多的力舉給予後三角 所以這時候其實這一段的有效範圍 並不算在後三角的有效刺激裡面 那如果你知道肌肥大的一些原則的話 我們希望可以在有效的控制範圍之內 去最大化你的活動範圍去刺激你的肌肉 那這個動作就會大幅度的縮短你的有效可以被刺激的範圍 而大幅度的去降低你的刺激的或者是訓練的效益了 那要怎麼樣調整呢?當然的 第一個你可以使用所謂的固定式反向飛鳥的器材 就像是這個 這個它主要是因為它的器材設計是有一個半弧形的 所以它的力線其實會跟著這個弧形而有所改變 那它會導致後三角有固定持續性的阻力來源 第二個我更推薦的是使用Cable 就是纜繩機操作反向飛鳥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它有別於啞鈴 因為啞鈴的力線都是垂直地板的 那Cable它會隨著你的毛點設定的位置 或者是我身體的角度 我的身體的位置而有很大的差異 那操作反向飛鳥啊 我用Cable座可以趴著座 可以站著座 可以躺著座 躺著座 都可以 你甚至可以去研究一下 到底針對你哪一個角度可以針對後三角 最可以創造出有效的刺激範圍 那舉個例子來說 假設如果我站姿做 反向飛鳥這個動作好了 我的身體的角度 如果越靠近於Cable的話啊 它對於後三角的刺激 是最有別於啞鈴反向飛鳥的 原因是因為如果我操作Cable 在最一開始的起始段落 你會發現Cable的力線 會最快要垂直於你的手臂 也就是力臂 這時候會給予後三角最多的力矩 所以在最一開始的起始段落 它除了範圍可以比較大以外 它也可以創造出更多的刺激強度 那隨著這個動作的發展到後面啊 當Cable快要平行於你的手臂的時候 也就是後三角的力氣比較小的時候 它剛好給予比較小的力矩 讓你的手可以矩到最後面 甚至可以停留一陣子的等長收縮 所以這時候它可以創造出更大的有效範圍 以及它的力線更有別於啞鈴的反向飛鳥 因為啞鈴反向飛鳥是最高的地方 是最大的阻力 那Cable如果你這樣站的話 反而是最一開始的動作 是最大的阻力存在的 所以我會蠻推薦這個動作的 那如果說啊你把整個站的位置啊 更遠離Cable機器的話 它就會越類似於啞鈴反向飛鳥了 因為拉到最底端的時候 你的力線跟你的力幣 也快要變成垂直的位置了 所以如果我操作Cable的話 我可能會比較建議貼近Cable去操作 可能會比較有別於啞鈴反向飛鳥 講到這邊你不覺得力學很好玩嗎 你可以把這些類似的概念 融到你的訓練裡面 說明可以創造出新的火花喔 另外還有我推薦使用Cable反向飛鳥的原因 如果你看過我的119集在探討 坐姿大腿捲區跟趴姿大腿捲區 還有我的InstagramPO的一則貼文 在探討二頭肌彎局不同段落的差異 對了如果你還沒有追蹤我的Instagram的話 別忘記按下這邊 你才可以即時收到一些關於運動科學的有趣知識喔 好所以這兩則或者這兩篇研究啊 最主要最後的結果都會發現說 當肌肉處於比較長的長度的時候 當他們受到刺激 可以引起比較大的肌肉肥大的訊號 他們在訓練一陣子的時間之後 都可以看到有比較顯著性肌肉的成長 另外啊在融合105集所講的概念 當肌肉在越大的活動範圍被刺激的時候 也能夠引起更大的肌肉肥大刺激效果 所以以上的種種原因啊 就是為什麼我會比較推薦使用Cable做反向飛鳥 我可能認為說它近乎快要可以取代 啞鈴反向飛鳥的存在了 一來是它可以創造出更大的有效範圍 從一開始到最後都可能都有近乎性的持續性的張力 甚至我可以轉換身體不同的位置 會給予後上角不同的刺激角度 然後二來它可以有效的去補足 在操作啞鈴反向飛鳥的最後那個段落 就是後三角快要舉不上去那個段落 可以去放大它的活動範圍或者是刺激範圍了 雖然說目前還沒有看到類似的研究 但是依照我們剛剛這幾部影片所推理下來的話 我會覺得說它可能是有差異的 如果我讀到博士班這個研究都還沒有人做的話 我就來做 可能還要再兩三年吧 好啦那今天這部影片就到這邊囉 希望這部影片對大家有幫助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每個禮拜五的晚上八點鐘 如果有空的話我盡量準時 因為上禮拜沒發片 齊德講先生我是齊德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掰掰